現在冬天很多媽媽都會擔心小朋友的食物會否要很熱 才可以有營養或者怕冷卻會影響牆胃 其實小朋友的食物大概35至37度就可以了 因為太熱的食物反而會灼傷了他們很幼暖的食道 令他們吞東西吃的時候會產生一些恐懼 所以我也不建議太熱的食物 基本上6個月左右小朋友就可以吃水果 可以試一下蘋果、啤梨、香蕉、木瓜等食物 因為始終我們在香港住 有些媽媽都比較相信中醫或中醫食療的方法 都會相信如果生冷的食物 可能吃了小朋友會惹痰或容易咳嗽的情況 所以有些媽媽都會把食物燉熱 例如燉蘋果、燉梨去吃 其實你問我我覺得是維他命C流失了 但如果你想吃到水果裡面的纖維素 它是不變的 所以其實影響也不大 其實我自己也會有燉蘋果給小朋友吃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他一開始加固6個月的時間 如果他吃得一些水果 水果本身的酵素很豐富 反而有些會刺激了腸胃 所以我不是一開始 第一次給蘋果吃就是給生的蘋果 我是燉了蘋果 然後到第8、9個月才開始給他吃生的蘋果 所以在你吃蘋果、燉克蘭 也很醜 play